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待机之谜》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失踪的航班,天空的黑洞 二飞行器的幽灵,追踪MH370的线索 三海洋的谜团,寻找消失的意 为摩,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失踪的航班,天空的黑洞 各位同学,朋友们,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是失踪的航班,天空的黑洞 首先,我得声明,尽管我对历史上的神秘事件颇有研究 但我并不是一个飞行专家,也不会驾驶飞机 除非你把时间机器算作一种飞行器,那我可能就是个专家了 好了,言归正传 在我们的历史长河中,有些航班就像是被天空的黑洞吞没了一样 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这些事件往往引发了无数的猜测,阴谋论,甚至是科幻小说的灵感来源 最著名的例子之一,就是1945年的百慕大三角洲事件 那是一支名为飞行19的美国海军轰炸机训练飞行队 由五架飞机组成,他们在执行飞行任务时神秘失踪了 直到今天,关于他们究竟去了哪里,还有各种各样的猜想 有人说是外星人绑架了,有人说是时空裂缝,还有人说是海怪作祟 当然,这些说法都缺乏确凿的证据 但他们确实为各种文化作品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再比如,2009年的法航447航班,从里约热内卢飞往巴黎,在大西洋上空失踪 经过长时间的搜寻,最终找到了飞机残骸和黑匣子 分析结果显示,飞机失事是由于飞行员对极端天气条件的反应不当造成的 这起事件提醒我们,即使是在现代科技极为发达的今天 飞行仍然是一项复杂且充满挑战的活动 而说到失踪航班,我们不得不提2014年的马航MH370 这架飞机从吉隆坡起飞后不久就从雷达上消失了 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关注和搜寻行动 尽管有一些残骸被认为可能来自该飞机 但至今仍未找到它的主体残骸 也没有确切地解释为何它会消失 这个谜团激发了无数的猜测 从技术故障到恐怖袭击 再到飞行员的故意行为 甚至有人提出了平行宇宙和黑洞的理论 当然,我们作为理性的学者 更倾向于基于事实和科学的解释 但不可否认 这些失踪航班的故事 就像是现代版的海上飞行荒诞剧 它们挑战着我们的想象力 同时也提醒我们 无论科技如何进步 自然界的神秘和不可预测性始终存在 最后,我想说 如果你们下次坐飞机旅行时 发现自己的座位旁边有个穿越时空的教授 那可能就是我了 别担心,我会确保我们不会进入任何黑洞 至少不是在我的时间机器上线之前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飞行器的幽灵 追踪MH370的线索 各位同学 朋友们 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 比起哈利 波特里的隐形斗篷还要神秘 比起X档案里的阴谋论还要扑朔迷离 我们要探讨的是一个 现代航空史上的大悬案 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的MH370航班 2014年3月8日 MH370航班从吉隆坡起飞 预计飞往北京 然而 这架波音777飞机却在起飞不久后 与地面失去了联系 仿佛被某种神秘力量吞噬 消失在了南印度洋上空的某个角落 这起事件不仅震惊了全世界 也成为了航空史上最大的谜团之一 首先 我们得承认 飞机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失踪的 它们有着复杂的通信系统 包括飞行员与空管的对话 自动发送的飞行数据 甚至是乘客的手机信号 这些都是现代飞行器的社交账号 理论上应该能够追踪到 它们的最后动向 但MH370就像是决定注销 所有社交账号 悄无声息地消失了 随后的搜索行动 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 多国联合 动用了卫星 军舰 潜水器 甚至是深海探测器 但除了几片可能来自飞机的残骸外 MH370的确切位置 依旧是个谜 这就像是 你用最新款的智能手机玩捉迷藏 结果手机决定 自己玩起了飞行模式 在这场追踪幽灵飞行器的过程中 各种理论层出不穷 有人说是外星人劫持了飞机 有人说是 时空裂缝把飞机吞没了 还有人说是 飞机遭遇了 某种未知的技术故障 或者人为的干扰 这些理论 就像是科幻小说的情节 既刺激 又让人难以置信 但在这些猜测背后 我们不应忘记的是 239名乘客 和机组人员的生命 就这样消失了 他们的家人 至今仍在等待一个答案 一个能够让他们心灵得到安宁的答案 MH370的故事提醒我们 无论科技如何进步 自然界和人类的局限性仍然存在 它也提醒我们 每一次飞行都是对未知的探索 每一次安全着陆 都是对生命的尊重 最后 让我们以一种科学探索的精神 继续关注MH370的调查进展 希望有一天 能够解开这个现代航空史上的谜团 而在那一天到来之前 MH370就像是飞行器的幽灵 提醒着我们对于未知的敬畏 和对于生命的真实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海洋的谜团 寻找消失的意 当然 海洋 这个地球上最大的神秘领域 它藏着无数的秘密和谜团 其中之一 就是那些消失在波涛之中的飞行器 今天 让我们一起 探索这个寻找消失的意的谜团 但请记住 这可能 不适合那些 对海洋有着深海恐惧症的朋友们 首先 我们得提一提 那个著名的海洋黑洞 百目大三角区 这个位于北大西洋的区域 据说是飞机和船只消失的大本营 有些人说 这里是外星人的秘密停车场 有些人则认为 这里是海底的亚特兰蒂斯城市的防御机制 但让我们面对现实 大多数科学家会告诉你 这些消失的意 大多是因为人为错误 自然灾害 或者技术故障 然而 这并不意味着 没有真正的谜团 比如 1945年的失踪航班19 一群美国海军的鱼雷轰炸机 在训练飞行中神秘失踪 连同一架前去搜救的飞机 遭遇了什么 依然是个未解之谜 有人猜测是遭遇了海市蜃楼 有人认为是遇到了时间裂缝 当然 也有可能是他们的指南针出了问题 导致他们迷失方向 最终耗尽燃料坠入大海 再比如 2009年的法航447航班 从里约热内卢飞往巴黎 在大西洋上空 与地面失去联系后坠毁 经过长时间的搜寻 最终找到了飞机残骸和黑匣子 揭示了飞机坠毁的原因是 由于飞行员对飞机速度传感器结冰的错误反应 这些故事提醒我们 尽管科技日新月异 人类对自然界的掌控依然有限 海洋深处的谜团 就像是大自然对我们过度自信的一种调侃 提醒我们 即使是最强大的意 也可能在大自然面前不堪一击 所以 下次当你飞越那片神秘的大海 或许可以对着窗外的波涛低雨 请温柔以待 我们只是想安全飞行 而对于那些消失的意 我们或许永远不会知道真相 但他们的故事将永远激励我们去探索未知 去解开更多的海洋之谜 最后 我想邀请各位观众一起思考 你们对于这些失踪航班 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是科学解释 还是更倾向于神秘的理论 你们认为 这些谜团是否会有答案 我相信 通过讨论和分享我们的观点 我们可以一起探索 这些谜团背后的真相 无论是天空的黑洞 飞行器的幽灵 还是海洋的谜团 让我们一起用好奇心和智慧 去发现这个奇妙的世界吧 谢谢大家观看 期待你们的评论和问题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